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班子鸿 那今天一样三个主题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个是指数昨天大跌 今天大涨 那今天有大涨代表要重返强势多方了吗 那大家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强势族群 有记忆体、公共学和半导理设备 那第三个呢 就是海豚之前在团固栏面跟大家提过了 这夜冷之王是谁 就是这一家公司 那昨天公告字节 这个非常的漂亮 算说数字不太好看 但是内容非常的好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带大家看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阶段 一样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大家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那今天指数呢收涨293点 其中台今天涨了100多点 那贵买指数呢涨0.18 但是贵买是收了一个上影线 那当然说今天的电子涨1.23% 那金融大涨2.83%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 那指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呢 站回全军线 而且量能呢是刚好大于月均量 月均量是4937亿 那成交量是4967亿 那刚刚好大于上不算大于 当然算大于 可是呢 今天这个算攻击量吗 我自己是不认为啦 我自己是不认为啦 所以我是认为说 目前呢 还是在震荡盘整区间 那最好呢是我看错 最好是我看错 明天直接大喷特喷 让大家都赚一笔 那当然 有些更细的技术指标的看法 也总会留在熟麻营 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当然说 这样子是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说真的看法就没有改变 过去这一周以来 就是都是震荡偏多去做看待 那资金呢也有进中小去轮动 不过也如海伦说的啦 就是说最近的轮动状况呢 就不能说全好 没有到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就是还是维持在多方 那今天多了加速 就还是维持在多方啦 只是就是空头加速有稍微上来 可能会昨天下跌的关系 因为这个均线毕竟有滞后性嘛 那长线多空头加速呢 就忽多忽空 不是忽多忽空啦 就是忽然靠近又忽然的远离啦 那今天呢是出现一个同降的一个状态 那整体上还是维持大部分的多 就是多头加速还是远大于空头加速 所以成型趋势就都还在多方 那只是说在短线上资金是往哪里扣容而已 那大家应该很明显发现 最近呢可能强势股很多 但是呢可能你手上都没有 也不是说都在海神手上啦 但是就是说 大家就是 就是这个阶段真的是选股不选市 选股不选市 这个海神已经讲一两个礼拜了 至少一两个礼拜 那回到家人指数来看的话 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只是短线呢 昨天也有提到十字线提将要扣高 那也的确目前扣高了 所以看到十字线 那个NS现在箭头是往下 所以也很合理 那这压力期其实也不长 就一天还剩两天 就下化掉这个压力了 所以呢 今天是礼拜三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 下礼拜回来可能就有机会 应该说借由均线的角度来讲 下礼拜是指数攻击的一个时间点 下礼拜是指数攻击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是前提是明后天不能跌啦 那就让我们就看下去吧 最好是下礼拜可以补量攻击 那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就是持续的避雷针 然后持续的创新高 那今天虽然说六号也缩下来 不过呢 还是有维持月经量附近的水准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啦 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持续偏多看 那当然说比较意外就是金融指数啦 那当然最近川普比较秋一点嘛 对不对 只是说因为他的减税啊 他的政府支出的一些方案 还包含关税的提高这些的 他的政见嘛 基本上对于美债来讲 那就是利率可能会维持更高更久 那自然就推升美债的利率 那美债利率利息升高了 那自然就有利怎样 收利息的这些金融业 所以今天可能是喷这个 今天可能是喷这个 今天可能是喷这个 还在台测可能是喷这个 那让我们再去做观察 那大家另外有关注到 就是今天的台币是持续的续扁的 往上是扁值 那续扁当然说对于外资来说 就是一个卖超的压力 可是呢看起来最近 我们的那一支相当不给他面子 就不让你下去 所以这边就也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指数没有转弱 我们就持续的偏多看待 只是呢 这个长线的风险什么的 还同会持续的帮大家去做关注啦 好那大概第一阶段就到这边 第一阶段就到这边 所以没有重返多投市 没有重返强势多方 但是还是维持偏多的格局 那通口加速概也提到了 那昨天的鲍娥的谈话 昨天鲍娥的谈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 他虽然说持续的放割 但是还是一样要看更多的经济数据 还有失业率什么的 那这礼拜呢 今天晚上会有ADP嘛 昨天有JOTOS的数据嘛 那这个礼拜五的飞农 可能就会影响短线 搞不好下礼拜喷就喷飞农数据喔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好那这一阶段分享到这边 喜欢海胜分享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 那这边的耐生火圈记得加入 还没追踪海胜粉丝专业的 记得追起来 想成为海胜学 记得少右边的免费服务表单 那我们待会下一个单位 我们来看强势族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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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